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还不算 比如插个几根茅草 一个人蹲在草堂 追兵就看不到他 请自行想象舞台剧的风格 好不容易要到武打的高潮 但出手前都边互绕拳边废话一堆 讲个十来分钟后 真正交手仅花三秒钟 真是让人看了好心酸 所以处刘香一播出 大家简直被那精美的制作 流畅的 剧情所征服 之后 大量港剧被引进 只要有一个台国港剧 其他两台收拾一定惨兮兮 处流香影响到了各种层面 各种饮流香 无法为名的餐饮茶艺馆开了一堆 酒店小姐也多了一堆荣荣 酒店业者都抱怨周末晚上的生意很差 因为男人都要赶回家看出流香 死小孩如我 虽然不会粤语 但一定都会唱主题曲的最后一句 千山我 独行 独笔相送 玩游戏时最常用的招式 变成了弹指神功 其实就是把彼时揉一揉弹出去而已 后来 那首千山我独行 老师说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革命 也变成了出品复杂 一定会演奏的曲目 后来许多台湾艺人群起抗议港剧的侵略 说是造成工作机会受到威胁 而政府也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 甚至规定网剧只能播四个月 但你想 楚流香已经那么轰动了 要是播到一半突然就没有了 社会 这样恐怕会暴动吧 就因为这条例的限制 终是在播到一半之后 只好继续将楚流香版权转移给华氏 真是太便宜华氏了 同时 因为港产武侠旭实在太轰动 因此当局又把它给禁掉 但当时VHS规格及β规格的录影带开始流行起来 许多出租店也开始出租套版的港剧 因此大家纷纷到出租店租港剧了 台湾有个年代电视台 当初就是以代理出版港剧录影带而起家的 提到楚流香 就不得不提一下 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 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 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 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 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 所以就被破盖了 据说更早以前 不是有东邪吸毒南地北盖中神通吗 问题就出自东邪 在东方的桃花岛上 有暗喻台湾的意思 所以也未尽 了 在台湾 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 台湾有个作家叫陈应珍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 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 就说 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 你怎么会有他的书 所以 同理可证 当初很多马克思微博的书也都遭殃 马克吐温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 大陆一般翻译为佐拉也逃不了 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 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 发音接近阻 被打入左派 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 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证理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 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 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 或者说计会用葵花或葵花图案 因为葵花像太阳 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 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 在剪签字时 因为央 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 所以 排版工人部 小心把中央两个字剪成中共印了出去 这可非同小可呀 一路从记者 编辑 主编 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是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 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 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 吃不完兜着走了 所以说 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 并不是夸张的说法 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理晋升 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 更早一代的台湾人 几十年来 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 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 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 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 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 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证相关科系 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一科 到国民党统治 228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 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 因此台济 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 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 久而久之 一直到现在 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等 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未甚 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 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 在清代以前 所谓的地方师身 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员的人 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 一直到了日据时代 因没有科举考试 所以地方师身就变成了拥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 如医生 老师 农改人员之类的 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 除了医生之外 还有老师 在比较早以前 如果你是男的 或者你是理科 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 如果你是女的 或者你是文科 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 当然 老师及医生的组合 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 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 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 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 都是南部的一届人士 另一方面 传统台湾人对法律 司法之类的职业 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 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 是够客观公正的 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 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 只会耍肥皮子 为了混口饭吃 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 就算你很有正义感 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 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 当律师有损因德 不算是好职业 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您的《法庭的职业》